称霸上海滩的日本角色美女,被枪毙前说了个秘密,人们纷纷感谢她。 在中国人眼里,她是中国人,却为日本效忠,在日本人眼里,她是日本人,却是中国装,唱中文歌。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演艺事业就已经是非常的繁荣,有人认为完全可以跟当时的好莱坞媲美叶上海各种娱乐会所新罗旗鼓,因此涌现了一大批明星,其中,好事者还评出了当时的四大天后,他们分别为蝴蝶、阮玲玉、周璇以及李湘兰。 李湘兰,本名山口淑子,山口淑子1920年2月,生于辽宁省府顺市,其赴山口温雅,采马铁会社所属的府顺煤矿供旨,山口淑子的祖籍,是日本佐贺县楚岛郡北方村,因祖父山口博库爱汉学,仰慕中国文化,便于1906年举家迁到中国东北, 1933年,山口淑子被父亲的中国结义兄弟李济春收为一女,遂取中文名字李湘兰,左右为难道尴尬,占据了李湘兰的前本生。 他在自传中写道,夹在相互争细的母国中国和祖国日本中间,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我被生生撕裂,在冲突的顶点,他遭遇了以汉奸最枪决的审判。 曾有人问李湘兰,如果日本人打到了北平,你打算做什么? 李湘兰面容从幽击,难过,痛苦转为坚决。 他说,我希望站到北平的城墙上去,死在中国和日本双方的枪弹之下,一名16岁的中学女生能说出这样的话,不禁让人感受到她的早熟,和处于那个时代的无奈。 山口叔子的李湘兰时代,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湘兰的作者这一堂原作弥说,他在祖国日本和故国中国之间的夹缝中,受到命运捉弄,度过了非常苦恼的青春岁月。 对此,山口叔子说,有件事,让他终生难忘,至今想起来还觉得心酸。 1938年10月,18岁的李湘兰作为日满亲善代表首次回日本,兴奋之中的他万万没想到,当验过护照刚要下船时,听到官员凶狠地喝叫,你还是日本人吗? 一等国民却穿着吃那服,不觉得羞耻吗? 山口叔子说,当时我都懵了,不明白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说那种话,为此我十分苦恼。 后来在东京,当他身穿忠实服装演唱中国歌曲时,掌声中不时传来漫漫,这使他对祖国日本的幻想开始破灭,他感到可悲的,不是为日本人错把我当成中国人而歧视,而是祖国的日本人对我出生的中国,我母亲之国的侮辱。 追忆往事,山口叔子说,在那个战争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确是拼足了力气学唱歌,他称,对那些曾为军国主义服务,歧视中国人的电影而感到内疚,因受不了李湘兰身份的重压。 他在1944年从满应辞职,客居上海,1945年日本战败,李湘兰被军事法庭,以汉奸罪嫌疑审讯,扣应公布了自己的日本人身份得以性命,对自己充当日本侵华的宣传工具而感到抱歉。 1946年2月,他被释放回国。 离开中国的几十年里,李湘兰心心念念着,有一天能够再回到中国,因为对于他来说,日本是父亲,中国是母亲,他有一颗心,一半在日本,一半在中国。 197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中国以极其宽广的胸怀,向他敞开了怀抱。 1975年,他以政治家,友好人士的身份回到中国,回到了那片他浑仙梦绕的土地,此后,他便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多次回到中国访问考察。 2005年,李湘兰发表长文,劝戒日本首相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原因是那会深深伤害中国人的心。 2014年9月7日上午,李湘兰死于心脏病,享年94岁,中国政府对他在战后,为两国友好做出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4年,李湘兰死于心脏病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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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病人,